大家好我是蘋果麥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 怎樣讓你的iPhone 在你關掉鬧鐘的同時 自動播報今天的天氣預報 像是這樣子 今天我們要製作的這個 自動播報天氣預報 步驟非常的簡單 就跟我前面做了兩集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前面呢 其實已經有做過 第一個是 充電的時候自動播報電量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聽寫備忘錄 那今天這個一樣簡單喔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會製作兩個版本 一個是朗讀的版本 然後另外一個是通知的版本 那首先呢 去找到你捷徑這個App在這邊 把它打開之後呢 你去選一下中間下面這個自動化 然後裡面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這個加號 然後選取製作個人自動化操作 裡面呢就選這個鬧鐘在這邊 那點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稍微設定一下 它要在什麼時候播報 那這邊呢 我是選停止的時候 然後下面這個鬧鐘呢 有不同的類別 你可以去選取 而例如說 你想要起床時間的鬧鐘的話 你也可以點這個 然後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開始加入動作囉 第一個要搜尋的是 取得目前天氣 取得目前天氣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 取得目前天氣狀況 就選這一個 但它有很多類似的名稱 不要選到其他的 會結果會變得不一樣 那我們加入 接著第二個呢 我們再按一次這個加號 這一次呢 我們要搜尋文字 然後這邊有一個文字 把它點進去 然後你就看到有一個文字框嘛 它在這個文字欄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客製化一下 你想要它在早上播報的時候 念出哪一些文字 因為它如果突然開始 念天氣的數字的話 你會有點反應不過來 所以你就可以在裡面加入說 例如說我這邊打早安 今天的狀況是怎樣怎樣 然後你這邊輸入完之後呢 後面就是一堆天氣的項目嘛 那你可以選一下 你想讓它播報哪一些數字 因為它裡面其實項目非常的多 那要在哪裡看這些項目呢 就是點選這個天氣狀況 然後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有非常多的項目 那你先稍微想一下 你想要挑哪一些項目 那我自己會挑的 大概就是最高溫最低溫 然後天氣狀況 然後降雨機率 大概就這四個 那我們想好項目之後呢 我們先把標題打出來 先不要加入這個天氣狀況 就是我回到這邊 然後我把它刪除 然後換行 我們把這個標題先打出來 最高溫 最低溫 天氣狀況 為什麼要先打出來呢 原因就是如果你直接加入天氣狀況的數字的話 它會只念數字 就是你不知道它在念什麼東西 我們等一下播一次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後面這個標題打完之後呢 我們在最高溫的後面 按一下天氣狀況 然後選取最高溫 那它就會變成最高溫 然後後面是最高溫的數字 然後最低溫呢 我們這邊也按天氣狀況 然後選最低溫 然後天氣狀況後面呢 我們也選天氣狀況 在這邊 降雨機率一樣 我這邊先跑一次 讓你看它跑出來的數字是怎樣 對它的文字跑出來呢 它就是最高溫 後面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這個標題的話 它會變成直接就是24度 然後你就不知道它講出來是什麼意思 那接下來呢 分成朗讀派跟通知派 例如說你希望它朗讀出來的話 接下來我們會加入朗讀 那如果你希望它不要發出任何聲音的話 我們就是讓它變成一個很服通知 那你可以自己選你想要哪一個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來新增朗讀 那你就在搜尋欄這邊搜尋朗讀 然後這邊有一個朗讀文字把它加進去 那這邊呢顯示更多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你希望它的速率啊或者是音高 那語言呢你也可以自己設定 如果說你想要聽到英文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設定 聲音的部分的話 我發現美加跟Siri是同一個聲音 所以有沒有選這個好像都沒有差別啦 那這邊呢我希望它講話稍微快一點點 好然後把它縮起來 這樣子其實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按下一步 這邊呢按執行前線詢問把它關閉 然後不詢問 接著呢按右上角的完成 這樣子設定完之後呢 在你關掉鬧鐘的那一刻 它就會播報天氣 不過前提就是你的網路沒有被關掉 如果你網路已經關掉 例如說你開飛航模式睡覺的話 我不太確定它會播報出哪一些數字 可能也是可以用啦 只是那個資訊就不是最新的 那我們這邊設定完呢 要再多做一個步驟 就是把它執行的時候的橫幅通知關閉 因為我們知道朗讀文字啊 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其實會出現一個非常不重要的橫幅通知 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橫幅通知 我們要來看一下 怎樣把剛才那個沒有意義的橫幅通知關掉 首先呢到你的設定 然後找到螢幕使用時間在這邊 然後按一下查看所有活動 裡面呢拉到最下面呢 有一個通知這邊 通知呢在下面你就看到捷徑 那如果你這邊沒有出現捷徑的話 你就讓剛才那個鬧鐘執行一遍 那就會有捷徑的通知嘛 那它就會出現在這邊 出現在這邊之後你可能按不進去 那你就按一下這個上面這個直條 點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可以點進去的箭頭 那你就按一下 這邊呢你就可以去關閉捷徑的通知 把它關閉之後呢 以後它播報天氣預報的時候 就不會出現那個沒有意義的橫幅通知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怎樣新增天氣預報的橫幅通知 那要做橫幅通知的天氣預報呢 這邊是要打開的 就是剛才那些步驟都不用做 那我們回到剛才的捷徑 那我們回到剛才寫到一半的這個步驟呢 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朗讀換成通知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把這個文字做一點修改 因為這個橫幅通知其實只能容納兩行的文字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部分修剪成只有兩行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最高溫往上挪 然後天氣狀況往上挪 那天氣狀況 因為這個兩行它好像塞不下吧 所以我把天氣狀況的標題把它刪掉 那我現在呢勉勉強強把它縮減到兩行 然後按一下完成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搜尋通知 通知 這邊有一個顯示通知把它加入 哈囉全世界就把它刪掉 這邊把它刪掉 接著呢按一下這個文字 它才會連結到上面的這個文字 按一下完成 顯示通知這邊你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看你要不要播放聲音 如果你希望它的通知不要有聲音的話 你可以把它關起來 接著呢你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鍵 看一下它的通知長什麼樣子 那顯示出來呢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可以塞的字其實沒有很多 那就大家看一下 斟酌一下自己想要哪一些項目 那這邊呢你寫完之後 如果你想要把它刪除的話 你就把它往左滑 這樣子就可以做刪除的動作了 那今天的自動朗讀天氣預報的小教學 就到這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成功呢 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此外呢我的頻道也提供了 非常多有趣的捷徑小教學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喔 另外呢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 未來更精彩的影片喔 如果還不夠的話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的帳號是AppleMade123 我不定時會更新我的現實動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